字幕提供 之前有人在我们的影片下方询问说 单骨线跟双骨线打结的方式 因为有蛮多人问的 所以我们就来示范给大家看 那上面这条黑色的是 双骨线 然后下面这个是单骨线 那我们先示范单骨线 如何收尾打结 串完之后他就会讲 这边是一个环然后这边是两条线 我们就把它围起来 然后把两条线的那一端呢 有一条穿过这个环 穿过去之后把所有的珠珠 拉到这个环的 最底部 拉过去之后 再把线拉紧 记得这两条线要抓紧不然 串珠会 跑掉 然后把它全部拉到 然后环那边的方向之后呢 再把线打结 通常 这种 这种 单骨线我们都会打 三到四个结 那要打几个结怎么决定呢 就是看你这个 串珠的孔径 因为我们最后结 会卡在孔径里面 那我们可以先打两个 然后确认它进去的那个 像这样子它 这个结进到这个孔 感觉蛮松的 就是很容易就穿过去 那我们就可以再多打一两个 像我刚刚已经打两个了 然后这第三个 再打一个 经验的话应该是打四个差不多 那但每一款串珠它的孔径又不太一样 所以可以先打三个 两三个 然后确认一下感觉再继续打 那我现在是打四个结 那我们就来拉拉看 如果你觉得这时候需要一点力道 才可以把结藏在孔径里面 这样就可以了 你拉的力道觉得可以之后呢 你拉的力道觉得可以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线头剪掉 然后把线藏进去 然后顺一下珠珠 这样就完成咯 这就是单骨线的首尾方式 那我们再来示范双骨线 双骨线呢 它就是 线对折两次 所以它这边的环会有两个 刚刚单骨线它只有一个 这边会有两个 然后尾端的线 单骨线是两条 双骨线就会变成四条 但它一样是 四条线但一个是环的 然后一个是两条线 这样子 那我们就来 这个两个环的呢 我们就把它合在一起变成这样子 一个环 然后 这里有一个环跟两条线 把这个环 穿进另外一边 穿进来之后呢 跟单骨线一样 就是把所有珠珠都 拉到环的这边 双骨线它拉起来 就会比较紧 因为它有四条线合在一起 它的弹性会比较紧一点 然后把线都拉好之后 其实跟单骨线一样 它就会有两边的线 那我们就把线 打结 那因为双骨线它的线比较多 所以可能 里的时候要比较 有耐心一点 那我们打一个结之后呢 可以再打第二个 那双骨线因为它是双背的线 所以你打两个的时候 就可以试试看 把它塞进去 串住里面 如果你觉得已经很紧了 就不要再打 因为 双骨线它打结之后 那个结会比较大 比较不好塞到 孔径里面 这样我们就打两个就可以了 然后就把线头剪掉 然后再把多余的线 塞到 串住里面 然后顺一下珠子 这样就完成双骨线的首尾 然后这个是单骨线 那如果还有不懂的呢 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 拜拜